这个视频,我们来说说什么是约分 先来看一道题 四名同学看一本同样的故事书 甲看了全数的四十八分之三十六 一看了全数的十六分之十二 鼎看了全数的八分之六 丁看了全数的四分之三 谁看的叶数多呢? 要想知道谁看的叶数多 可以比一比这四个分数的大小 我们看,四十八分之三十六的分子分母 同时除以三 就能得到十六分之十二 所以,四十八分之三十六 等于十六分之十二 四十八分之三十六的分子分母 同时除以六 也能得到八分之六 所以,四十八分之三十六 与八分之六相等 四十八分之三十六的分子分母 同时除以十二 还能得到四分之三 所以,四十八分之三十六 还等于四分之三 也就是这四个分数大小相等 因此,这四个人所看的叶数同样多 从左向右观察这组分数 你有什么发现吗 这四个分数大小是相等的 但是,由于分子分母同时除以的数越来越大 它们的分子分母变得越来越小 三,六,十二 这些数都是三十六和四十八的公因数 像这样 把一个分数的分子分母同时除以公因数 分数的值不变 这个过程叫做约分 四分之三还能再约分吗 当然不能了 因为它的分子分母只有公因数一 像这样的分数叫做最减分数 一定要注意哦 在约分时 通常要把分数画成最减分数 把一个分数画成最减分数 一般有两种方法 例如,我们画减二十四分之十二 可以先同时除以它们的公因数二 十二变成六 二十四变成十二 六和十二还有公因数二 接着再同时除以二 这时分子为三 分母变为六 没有公因数二了 但还有公因数三 再同时除以三 分子变为一 分母变为二 一和二互质 不能再约分了 所以二十四分之十二 画成最减分数为二分之一 这种方法 需要用分数的分子分母 同时除以它们的公因数 一次一次的除 一直除到原分数 成为最减分数为止 我们将这个方法称为 逐次约分法 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称为一次约分法 就是用分子分母 直接去除以它的最大公因数 这样就能直接得到最减分数 十二和二十四的最大公因数 是十二 所以同时除以十二 分子变为一 分母变为二 这样一步就得到了 最减分数二分之一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 灵活选择约分的方法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道题 你打算咋办呢 面对分母较大的分数时 我们在线段图上表示 比较麻烦 但是如果能够先进行约分 化减后在图上表示 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可以把这几个分数 先化成最减分数 十二分之九 化减为四分之三 二十分之五 化减为四分之一 十四分之七 化减为二分之一 十六分之十六 化减为一 二十四分之六 化减为四分之一 这样就能找到它们的位置了 怎么样 学会约分有用吧 我们快看看 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吧 是什么问题 我们快点到来 我们快点到来 掌握了 好 我们快点到来 我们快点到来 再次试试 我快点到来 我们快点到来 再次试试